哈喽 大家好 巧克力现在在莆泽黑村 是已经呆了第四天了 本来是在这边等一个快递 但今天才得知 等了个寂寞快递还没发 我现在准备晃到另外一个村去 走吧 休闲的慢生活 好了 巧克力现在是来到了3334这个基地里面 然后这边是 这边的唯一一家住宿的地方 刚刚我在那个停车场的时候 老板就上前跟我打招呼 他带我进来的 他看见我在那边洗螺丝 然后他说拿到他们这里面来炒 所以呢 这两天可能 哎我又有的地方我了 走吧 我现在是炖了猪蹄 准备把这个拿去跟老板他们一起分享 真好又有新朋友了 看一下 我昨天捉的鱼 嘿我刚里面又有鱼一样了 走吧 进去 我的车那就停在这边的 然后 贝贝已经进去了 刚把田螺已经拿进去了 环境还挺好的 看起来非常 有感觉 山水田园 走贝贝 走 这边平时房价应该也比较高的 500多 但最近是半季 这边一个大池塘 还养了很多的鱼 那我的田螺呢 是已经拿进来 看是捡上了 你这个好捡多了 我昨天晚上用那个钳子捡的 那个钳子 这个钳子 这个薄蟹钳好捡 我就是走到哪都像走到自己家一样 现在呢我把这个猪蹄 然后就炖的上次买的那个什么 是是什么东西 跟萝卜炖的辣猪蹄 大家一起品尝 好东西呢 就要分享 我一个人吃的话就吃不了 就可能会做几顿 那你烧的时候都不放辣椒这些的 不用啊 跟我们老家一样 看这个辣椒就不要放了 我们老家也不放 对 我连盐都没放 吃完午饭了 就一直坐在这边喝茶 又闲着下午 聊天 然后 刚刚呢 跟许哥在这边聊 他们这里投资了800万 800多万 800多万 二十间房 19年开业 刚好没多久就赶上疫情 这今年从大年初一到现在 目前为止 就订过两个晚上 你说这个民宿行业还要怎么活呀 天哪 真的感觉太难了 800万 这个投资也算很大的 这里的景色非常好 就是它是整个建在一个水面上 室内也是有一个很大的池子 那在我们身后 这边全部都是池 走 带大家进去看一下 这边是大潭 大潭里面一个茶室 过来过后呢 这边小院子 也是有一个池潭的 我扬了很多米 很多鱼 看一下这边的房间 隔绝还是很大 180斤 哇塞 这么宽 天 网红民宿 浴缸 这个是床吗 嗯 可以住四个人的是吧 楼上还有啊 还有楼上 星空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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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边看山水 头顶看星空 你确定没有开玩笑吗 这个水 这个水不会掉下去吗 不会 这个吊潮啊 你看看这么粗的 确定吗 确定 你上去试一下 我上去太难看了 来我上去试一下 你你下去没事 绝对不会跑掉的 你确定不会多少 就是给你掉的完了 躺下开吗 躺下开吗 啊 我怕突然要动了 怎么不 不会 太爽了 好像还不错 像当秋千的感觉 哎呦 这感觉太好啊 这种如果做一个 从这里可以崩下去的 是不是更好 蹦蹦 蹦蹦床 给我扶你 上得来 还没上得来 好吧 上面还有一张床 嗯 这可以睡六个人 往去没问题 嗯 挺大的 还有个满人沙发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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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躺着享受路狗 然后抬头就是星空 不错 在侧面就是山水 就这样一个小四合院 二十间房 八百万 这个头子是真的 高高的 高高的 啊 房间的景色 它还是挺不错的 这里直到3334 直接就看了就 啊 这里直直接看334 那里 好好那里 就3334 拍的很好看 这边的天气 是真好 太热了一直舍不得出去我 啊 这些自己盖的 然后租金 租金是多少呀 租金那不高 一年几百块钱 租了三十年 租了三十五年 租了三十五年 一几千斜椒 他多少钱呢 啊 那就是现在 就把钱先斜 斜椒一部分 嗯 比如说 斜椒十年 然后 还有 每年补加多少 每年补加多少 那现在就是 每年这个 租金属于 亏损的状态 对 还有就是 本金 亏在这里面的 现在呢 这种疫情都没办法 所以到了这种很 很难支撑的局面 晚上有星空 给你拍星星 月亮很好看 这边小庭院 进来过后呢 这是下面的房间 下面的房间有一个 嘿 泡澡的 室外泡澡池 嗯 不是温泉哦 好吧 现在呢 许哥跟许姐是 准备带我出去逛逛 在 两天呢 他们 愿意做我的导游 然后 就在这边 在休闲 休闲两天 休闲的 我们这会是准备 开他们的景区 观光车 出去玩 我等一会跟许姐走回来